美国艾森豪号航母与海上补给舰 正在海上进行补给任务 航母舰长希尔2号在社群平台X发布这段影片 就是为了证明航母的状况良好 打脸中国官媒 央视2号晚间的报道指出 当地时间6月1号晚间 胡彩武装发言人发表谈话 说近期针对多个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 其中停泊在红海北部的美军艾森豪号航母 还在24小时内遭击中两次 舰长透过影片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 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也对商业内幕指出 艾森豪号航母被击中的报道是假的 但央视特约评论员又有话说 打和不打两码事打很重要 每次攻击行动的力度并不大 只要一拳能够打中美国人的脸 这目标的成功呢 胡彩组织打中美国航母的消息 经中国官媒转载大肆宣传后 忙碌上早充斥着大量的航母被炸影片 但警察正后发现 影片除了用了电动游戏的片段 要不然就是2020年 圣地雅各海军基地的两栖攻击舰 好人理查号爆炸起火的画面 更夸张的还有1967年执行轰炸北越任务 美国理查斯特尔号 航母甲板上发生爆炸的火灾事故 而这样的假影片早在今年年初就上演过一遍 夜晚一艘船舰舰在海上遭到猛烈攻击 当时传出夜门胡塞武装 因为遭英美空袭而发动反击 结果照弹影片 及一张沉船照片在网络上到处流传 经证实轰炸影片是出自军事模拟游戏的游玩画面 而照片中诞生沉默的苏利文浩驱逐舰 则是2022年退役舰在海军军事公园开放民众参观 团体破损出现倾斜半程时所拍下的照片 而最新消息指出为了保护商船 美国军舰包括航母艾森文浩 都将延长部署再停留一个月 但为了避免出现危险 航母将远离胡塞武装攻击的范围 等讯国中心众报道